就是不要对女孩子绝望 各位 有很多是看重钱的女孩子 因为这个世界确实 就是活着不容易啊 就你要过一个好日子不容易 大家都希望自己得过得好 住别处开豪车对吧 哪怕不住别处不开豪车 那也过得体面一些对吧 但是很多人他过得很穷 穷怕了你知道吗 就没有很多女孩子 他赚的钱不一定比男生多 就是好看 好看也是要花什么呢 在他最好看的年纪 他是不能赚到钱的 很多女孩子二十多岁 刚进社会 但是他最年花正茂的时候 他赚不到什么钱 而这时候他又需要什么化妆品 又需要护肤品对吧 女生二十五岁之后 不护肤和护肤是有很大差距的 二十五岁之前还是可以 可以吃这个靠上天赏这个饭的 对吧 二十五岁之后 他就得要保养对吧 那这都得花钱 不仅是要吃饭 要和男生一样 要吃饭要住房 要出行 然后工作也是差不多的 有可能女孩子工作 不一定有男孩子好 对吧 大把这样的女孩子 但是他们又有很多额外的开销 又需要对朋友圈 对吧 要展现一下朋友圈 朋友圈对吧 大家都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 过得比较好 对吧 都不希望大家看到自己的这个难处 那女孩子 其实有很多都是穷怕了的 包括男孩子 也是这个社会 努力了半天 结果没有挣到什么钱 也是不想努力了 这个三颗大神 不就是这么样出来的吗 那女孩子 你就不允许她躺了吗 她想躺 是很正常的 所以有些女孩子 她就是看到一个富二代 还喜欢她 她喜欢的不得了 对吧 那个是装出来的 那些片子装出来的 对她喜欢的不得了 她就唱头嘛 她没有遇到过 就以为是真爱了吗 对吧 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那有一些女孩子 她其实是不看钱 比如说我老婆 她就不看钱 那小时候就家里 就比较富有 她以前完全收买不了 她任何 就比如说这个吴亦凡 她有很多钱 她就是一天换一个 她赚的收入肯定 很多嘛 对吧 她要随随便便去买 这其实可以买很多的 但是有很多女孩子 她是不看钱的 你给了她钱 她反而会觉得 这就是一种亵渎 很多女孩子 如果说吴亦凡 本来是奔着谈恋爱去的 对吧 你给那些女孩子钱 说你过来玩 顺便我再给你钱 然后我再把你上了 这样的女孩子 她不会来的 吴亦凡是以谈恋爱的名义 我是单身 对吧 我是单身这么一人设 我又是大明星 我有好多光环 我会唱歌 对吧 我会hiphop 我会嘻哈 对吧 然后呢 我又是长得很帅 对吧 然后呢 我个分 就是除了签一点以外 别的好像还挺好的 对吧 那女孩子都喜欢 多精又多支的女孩子 谁 多精又多支的男孩子 谁不喜欢呢 对吧 女孩子就很上她的这个道 然后就和她在一起了 结果发现 怎么第二天就不在了 对吧 人就跑了 好几个月就联系不上了 对吧 才知道这个有问题 那吴亦凡 这样的事情没想干 但是 从一个侧面 也说起来了 我们这个社会 有一些女孩子 不是钱能买到 她的一种感情的 一种感情是无价的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女孩子 她是唯利是图的 那也没有办法 是穷怕了 对吧 但是有很多女孩子 她是很好的 我们的使命就是 过好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 然后呢 去找到这样的女孩子 和人家在一起 对吧 也挺好的 但是有些女人 不想靠婚姻而改变生活 但是真的好吗 你说谁不想 嫁一个条件好的呢 那些女孩子 谁不想 这个东西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都想嫁一个条件好的 但是 遇到真爱的那一瞬间 这个男孩子 女孩子都是这样子 遇到真爱的那一瞬间 她即便条件再不好 就比如说我老婆 她遇到我 我现在还欠了一批五债呢 条件不好的 她完全不能 不能靠我改变什么生活 对吧 她本来可以遇到 这个 通等地位的 比如说 门当户对的 这个也是身价千万的 对吧 这样的人可以遇到的 但是她遇到了我 对吧 她爱上了我 她就走不掉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她确实想要 改变一下自己 对吧 改不改变对她来说 也无所谓 反正她过的生活 也挺好的了 但是呢 她遇到我之后 那确实 没有办法改变生活了 对吧 但是她也要我 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说 谁想要靠 婚姻而改变生活的 指望这个的 一般也 改变不了什么 如果这个女孩子 就指望这个东西 那男孩子也不傻 对吧 特别是有钱的男子 也不傻 很可能就骗了一头 然后就走了 但是呢 稍微遇到一个 条件好的人 也会更珍惜一些 确实是这样子 人是趋利避害的 就这么回事 好了 多都不说了